一圈看不到蔡小虎的影子 對 我覺得他今天 來 我們瞬間 丁曉雯老師請做講評 仁豪 今天選了這首台語歌 其實這個台語歌的故事 也是超出你的年紀了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歌 我聽起來 有一點點不足的情感就是 整首唱起來非常流暢 但是會覺得 這個歌好像太順理成章了 中間有一些美美嘎嘎的情感 譬如說一個異鄉的流浪的浪子也好 遊子也好 那種身在異鄉 想回故鄉 現在又回不去的 那種情緒 我覺得少了一點 可能還有一點滄桑感 會讓這個歌 更讓我們覺得有共鳴 但是我很喜歡你唱台語歌是 你唱起台語歌語氣很自然 跟一般的真正唱台語歌的歌手不太一樣 因為台語歌的歌手非常注重很多的轉音 技巧 尾音 抖音等等 但是仁豪是因為大部分唱國語歌 你把國語歌的一些技巧放在台語歌裡面來的時候 其實還是有技巧性的 但是沒有這麼重 所以聽起來很自然 但是仁豪注意了 這個是你唱台語歌的 可能是優點 也可能是缺點 所以知道老師告訴你的嗎 知道 語氣自然是非常好的 但是有一些起承轉合 還要再多用心一點 才會讓一首歌更精采 好嗎 謝謝老師 接下來我們看看 陳仁豪這首歌能獲得幾分 評審 請給分 劉翰小王子 陳仁豪 這首歌可以得到的分數是 70 80 90 90 幾分 90 有沒有 90 小數點是多少呢 得到的分數是90.2分 目前是三位選手裡面的最低分 接下來我們歡迎4號參賽者 田妍梅帶來的歌曲 愛要有你才完美